赵书勤著 与毛泽东主席聊天 一段红小兵与红太阳的往事 一个解放军文艺兵的人生奇遇 第二章 红太阳的教会 第十五节 将军犯错误 士兵无罪 就在吴法县点名批评我的第二天 即1971年1月12日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 一个人壮着胆子来到了中南海西门 给毛主席的住处游泳池打电话 找到吴旭军护士长 我告诉他 我是空军的小赵 现在在中南海西门 想看看首长 护士长问我 你们来了几个人 我回答说 就我一个 护士长听后对我说 小赵 你在西门等一会儿 我去请示一下首长 看他有没有时间见你 因为在此之前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到五中南海 我的心情有点紧张 对于毛主席会不会见我 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一会儿听到叮铃铃电话响了 我急忙拿起电话 里面传来护士长熟悉的声音 是小赵吗 我是小赵 我急忙回答 你进来吧 我已经和门卫打好招呼了 护士长说话的声音非常热情温和 此时我的心情别提多高兴了 我答应了一声 哎 放下电话就往里走 这次见到毛主席 我的心情是既高兴又委屈 我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主席看到我以后 放下他手中的书 问我 多久不见了 我回答说 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吧 毛主席又问我 听说你最近下去了一趟 我明白 主席肯定是指我下部队演出的事 于是我说 去年七八月份 我先在北京参加了空军的三代会 随后才赶到内蒙去的 到部队整整去了三个月 很受教育 接着毛主席马上又问我 听说你们团里因为批判K同志 搞得很乱 是真的吗 听了他的问话 我想 果然主席什么都知道了 不管A同志在主席这里说了些什么 我也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汇报问题 我说 由于过去对毛主席的著作没有学习好 未能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人 只看到K好的一面 没有识破他的假象 对吗 你过去支持他的工作 今天他犯错误了 你就不支持他了 不跟着他跑就行了 接着主席交给我说 你把这两个阶段向小A谈清楚 告诉他 过去因为不了解情况 支持了K同志 今天你已经不支持他了 我告诉他说 我已经这么做了 但他认为不行 非要抓所谓K一条线上的人 还说什么要抓一大串 这时候主席用手指着我笑道 我可看出来了 K同志犯错误后 你这小诈可倒大没了 我说 主席 您别笑话我了 如果光是这件事我不怕 问题是小A又发动有些人 到处造舆论 说我反对您 说不定什么时候 吴司令听了小A的话 也会下令把我抓起来 毛主席听了后 非常肯定地说 你小赵不反我 小赵也不是反革命 我记得关于这个问题 前年你们评级时 他们就反应了 我当时就讲过 小赵不反我 接着他对我说 这些问题 你可以去找吴法县反应一下 让他来解决 我说 吴司令员对文工团的问题 很关心 但是他听小A的汇报太多了 现在他对我也有看法 我向毛主席汇报说 因为吴司令员 听信了小A的片面汇报后 今年1月11日 吴司令员在接见全团的干部时 曾经警告大家说 现在是五个小将 四比一 赵书琴就是那个一 在四合一的问题上 你们面前也存在着一个站队问题 也就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 我说 主席 我认为吴司令员这个提法不妥 所谓站队问题 只能提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 而不该在群众中再以人来划界限 主席听后说 看来文工团不光是你和小A两个人意见不统一的问题 说完这句话 我感觉主席好像还想说什么 但欲言又止 他沉思了片刻后对我说 小A能找吴法县 你也要去找他 让他了解真实的情况 我点头表示说 我知道了 这时候吴旭军护士长进来给毛主席送药 主席又对他说 你知道吧 他们那边可是四元大将 这边就小赵一个 我批评他们四个 他们就不高兴 护士长说 我早已经看出来了 这时主席又对我说 你还是要去找吴法县 把这些问题和他谈谈 我看还是要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点头表态说 我回去后就找吴司令员汇报 接下来主席说 小A的问题 我已经对他进行过批评 他要是不改 我还要批评他 我说 上次主席批评他脱离群众 假传圣旨 要求他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 是完全对的 主席点头示意说 你把这些问题都和吴法县谈谈 然后 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 你今天来我这儿 小A不知道吧 我说 他早就在下面散布说 您不再见我了 所以今天我没敢告诉他 是以看病为邮请假出来的 他不知道我来您这儿 主席听后关心地问 你今天回去以后 他问你怎么办 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他 我如实地告诉毛主席 他想了一下 看着我说 我看啊 你回去就告诉小A 你到我这儿来了 你也告诉他 你和我讲了些什么 我说 那他知道了 一定会不高兴的 毛主席又说 没关系 你告诉他 就说是我说的 将军犯错误 士兵无罪 他就该收兵了 我点点头说 他要是问我时 我就把主席的话告诉他 毛主席说 以后 他们不让你来 你就自己来 你今天不就自己来了吗 不过今天来得不巧 我不太舒服 以后你再来谈谈 接着主席又一次对我说 你回去以后找无法宪谈谈 我看还是要团结 我不信讲团结的人会犯错误 我也不信 谁就一点错误都没有 当时我听毛主席说 他今天不太舒服 心里很后悔 觉得不应该和他讲这么多话 于是很快便和他告别 离开了游泳池 由于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时 曾经多次让我去找无法宪 我回来后就马上给无法宪的夫人 办公室主任陈隋奇打电话 我明确告诉他说 最近我去看望了毛主席 有些事情 主席让我向吴司令员汇报 请陈主任转告吴司令员 能否安排时间见我一下 类似的电话先后一共打了六次 每次陈隋奇都答应 转告给无法宪 但一直没有回应 后来听说有一次 A同志在干部会上说 小赵打了好几次电话 要求见吴司令员 陈主任来电话问我见不见 我说不见 听到这个消息后 我不相信是真的 于是便亲自跑到了空军大院 找到无法宪的秘书 并且告诉他说 是毛主席让我来找吴司令员的 他也答应替我转告吴法宪 但吴还是没见我 尽管如此 我并没有对吴法宪有什么不满 依然认为是因为吴司令员太忙了 没时间见我 同时我还认为是因为A同志 经常向他汇报假情况 使他不便真伪 感到很为难 因而不便于见我 现在看 我当时的这种想法 真的是太善良太幼稚了 无法现在明知是毛主席 让我找他的情况下 拒不见我 绝对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关于K同志犯生活错误的问题 在以后毛主席和我谈话的时候 又曾经两次提过他 1971年6月20日 当我向主席汇报A同志 排斥不同意见的人 想把他认为所谓K的人 都调到外地去时 毛主席说 那个K同志是当官的 当官的犯了错误 就批当官的 当兵的还是要收起来的 毛主席还说过 K同志又不是陈伯达 陈伯达的错误多严重 他是抵我矛盾 K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吗 913事件以后 毛主席于1973年2月5日下午 还主动关心地问过我 你们那个K同志回了没有 我说 怎么后来又听说 他是什么三反分子 对于毛主席突然问起 K同志的情况 我毫无思想准备 连忙回答说 K同志没有回北京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关于说他是三反分子的问题 我不知道有什么具体材料 只是听吴法县说过 你们不知道 我知道 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们一直不清楚 主席说 K同志的问题 不就是生活问题吗 我想 毛主席的脑子里 得装多少事啊 就连K同志 这样一个普通干部的问题 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他老人家还记得如此清楚 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K同志在哪里 如果知道的话 我一定会把主席的话告诉他 让他在改正错误的同时 也能感到欣慰 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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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